没声音了 电梯大门缓缓打开 里头受困民众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断向维修人员致谢 受困女子一出来大叹一口气 因为真的是吓坏了 当时女子三人相约来到这运动 没想到准备要回家时 电梯却突然故障 禁止停在B1到B2之间 不仅空调停了 连警报也坏了 吓得赶紧打电话求救 讲起受困经过女子声音颤抖 情绪依旧相当激动 而第一时间大楼电梯 也已经贴上暂停使用 我们知道是有三个人受困 我们查的资料 他的检查跟使用期限都是合格的 这个故障的期限我们会再去 有万公司这边在卫物厂上 进一步做详细的检查 回到当时事发大楼故障电梯 已经贴上暂停使用 不过民众还是心惊惊惊 现在电梯要等到维修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会开放 不过再看一次三人开心相约运动 没想到竟然碰上电梯故障 整整一个多钟头 索性在大楼保全和健身房人员救援之下 才让三人顺利脱困 结束这一场电梯惊环 记者林医生黄冲翔宜兰兰采访报导